好 选情要怎麼看呢 真的是非常的詭譎 那麼現在在剛才我們在看 這個連勝文 他也講到了 就算這個謝國良 是不是真的要拱他出來 這樣的話 可能對於連勝文的選情有幫助啊 可是呢 他是哈哈大笑 然後呢 他說他不要讓他的朋友跳活坑 我覺得任何的危機都有可能有轉機 那麼謝國良 當然他是堅決他不選基隆市長 他認為他心中已經做了一個決定 可是今天連勝文這個話 我覺得謝國良看到以後一定很溫暖 因為連勝文是不該在公開場合這樣說 可是連勝文這樣說代表 他把他跟謝國良的友情 放在他的政治之上 這對謝國良來說 我很瞭解謝國良性格啊 謝國良是一個很重感情的人 聽了這個話之後 謝國良可能心都軟人一半了 我說過如果今天 連勝文會為謝國良這麼想 那謝國良為什麼不能為連勝文想呢 你想想看今天如 不是以退為基 以退為基就沒有用了 他是真心誠意不希望 他的好朋友謝國良出來選 但是謝國良的感覺 我說過了嘛 就覺得連勝文把友情放在政治前途之上 所以反而會促成謝國良到最後 就同意了點頭了 假設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不是北北基變成三個人合起來的 這真真真正正的勝利連線啊 喔 這個很強喔 那就很強啦 我覺得馬英九應該找邱委員做 北北基總題調 你看他對他們內部的那個狀況非常的理解 而且他自己有選戰的經驗 那我覺得其實連勝文剛剛的回答 其實是赤子之心 因為你從政的人其實是不適當那樣的回答 這就是看得出來說 其實是像我一講的 連勝文真的是很真 可是他人生的第一場政治的戰 就是一個這麼大的一場選戰 這是等於是 如果用封建的制度來講 這是太子之爭啊 因為台北市長是 僅次於總統以外最大的一個政治的位置 所以你人生第一場就打這個 所以他最近會很累 可是看得出來但還是